I'm lonely cause I'm lazy I'm lazy cause I'm lonely My brainwaves getting used to it 但我都真的很不客气 但我看我是哪里呢 好久 人生没有完美 I won't never let this go Wait until the final show Where I'm shedding all my clothes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是我结束隔离要checkout 防疫旅館的日子 我已经差不多把房间都收拾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收好的行李 桌上 床 浴室也都干净了 我们先深呼一口气 要回归社会了 好不好 吸气 好 亲爱的洪宝宝你有想我吗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 你不要转移话题 当然会想你啊 我终于出关了各位 搞不好这事好脏 那你要不要去洗车一下 这个电台是什么 99.7 人生没有完美 只有99.7 这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妇女没有办法沟通的很好的原因 那有些人没有看过 这是我们家三姐妹的小时候拍的大合照 大家猜我是哪一个呢 就是笑得最可爱的那一位就是我了 今天回到家之后吃了第一餐 是妈妈煮的泡面 这是花椒酒吗 嗯 太久了 妈妈不小心把蛋黄给弄破了 你知道香港是没有面线这东西吗 我今天是回家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 今天是回家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 跟上网课所以就没有怎么拍vlog 所以今天要来好好给他补齐一下 先给大家看我的早餐好了 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台湾最想念什么的话 这个就是了 然后我今天又叫了一个书饼 还有我们早餐一定要有的奶茶 嗯 嗯 然后你们知道今天是台风天 然后台北市是停班停客的样子 大家如果听到外面有很大的声音的话 就是雨的声音 因为现在真的下着非常非常大的雨 嗯 嗯 这间早餐店是我从小吃到大的 直到现在老板娘都还叫我妹妹 虽然说我看起来已经一点都不妹妹了 我昨天晚上吃完餐的时候 会跟我妈聊到那个机智的一生生活 然后我就拉着她开始从第一季开始看 然后我妈就看完第一第二集 然后她就中毒了 我跟你说因为我这次回来之后 发现我妈看超多东西 她是那种她看很多综艺节目相声跟偶像剧的人 你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我重新认识了我妈妈 老公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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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 Cause girl, I bet you love some tugging on them lovely curls Hold up a week up after that, believe we started dating My heart was racing, but never felt my time was wasting My mind was chasing, ain't no debating I'm feeling you, I'm trying to get together I'm trying to get together, I want to do I'm trying to get together I don't want to eat I don't want to eat food 嗯? What's that? I don't want to eat food 好的,我現在呢,人是在我姐的房間 因為這邊採光比較好 然後並且呢,我已經霸佔她的書桌大概好幾天了 因為我姐剛好現在也不在台灣 所以她在我回來的時候就說很大方 如果你想用也可以用我的房間啊 對,我就真的很不客氣 趁著現在陽光不錯,我的心情也不錯 就來跟大家分享我最近開始做的一些事情 我這一次呢,是在好號上面挑了兩堂線上課程 一次搞懂投資必備知識 第二堂課是Notion實戰課程 打造專屬數位工作室 我才從去年開始吧 就我每一年都會很希望自己可以開始認真的投資 但是,總是能找到不同的藉口 可能會覺得啊,時間不夠啊 一直沒有很有動力去研究這些東西 然後再加上我覺得投資是一個真的是 嗯...蠻不容易的學問 所以你說一個完全不懂投資的人 要直接邁入投資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是有一定的入門的門檻 至於Notion,它是一個最近很紅的一個 算是App吧,或是一個工具 他們之前有來找過我,只是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哇,我真的很不會用Notion 所以就玩具了那個合作 希望他們看完這支影片可以再來找我 我覺得線上課程最大的好處是 它很彈性 你可以每天學一點點 它可能會把一個主題分成不同的章節 你每一天可能花10分鐘20分鐘 但是你這樣子累積了幾天之後 其實你的那個知識量就已經有累積在那邊了 雖然線上課程跟線下的補習班的差別就在於 你的學習壓力不會那麼大 但是因為它是有進度的 就你可以看到說我現在是第幾章的第幾節 所以你有一點也是可以Push自己說 我今天想要看完第幾章第幾節 就算是像我這種就是平常工作 或是YouTube就已經很忙的人來說 其實你沒有理由說你擠不出那10分鐘20分鐘 那我現在投資的那堂課呢 我已經差不多要上完了 然後有點害羞 但稍微給大家看一下我做的筆記 因為我本身是學經濟系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概念我是知道的 可是已經就是被我遺忘到天邊去了 其實說真的 你如果要去延伸說那些理論出來 你可以還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你可以講千千萬萬種 可是我覺得對於一個初學者來說 你最重要的是先抓住那個基本的原理 這一堂課是用很多真的很淺顯易懂的 邏輯推理的方式去引導你 去了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運作的 例如說我們在講解會影響股價的因素的時候 為什麼在SARS期間房價會跌 然後在COVID期間房價會漲呢 這個就跟利率有關係 我會覺得這個其實真的是 很好地簡化了總體經濟裡面的概念 另外在Notion的部分呢 其實我一開始是先自己摸索了一陣子 但是實在是摸得很醜 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本來的Notion 就是非常的Plain 雖然說我本身是很喜歡寫下來的人 可是當你有一個頁面 然後你把你的To-Do List 你的Yearly Goals 你的Travel Plan 你的筆記也好 心得也好 或是你在哪裡看到那個Quote可以拉進來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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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可以很好的把你的人生整合成 就是在同一個頁面的工具 它其實有一點像是Bullet Journal 但是Bullet Journal我覺得你要有那個藝術天分 你把它弄得很漂亮才會有那個感覺 你知道嗎 但我個人就是沒有什麼畫畫或是藝術的天分 所以如果你認真上課的話 其實應該一個禮拜就可以上完就是一門課 但是因為我本人比較循序漸進一點 沒有壓力的慢慢上課 我覺得這樣子也挺好的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要更充實自己的話 也可以到好好好學校去找適合自己的課程 那它課程選擇多啦 然後時間彈性 現在到10月4號他們有一個特別的優惠 就是單堂88折 兩堂83折 然後如果持續簽到可以有79折 每個禮拜還會抽100%的現金回饋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各式各樣豐富的簽到禮 大家如果在觀望上一些線上課程的話 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 我現在要來弄午餐 其實我媽已經弄了一點 我有剩一點炒飯 還有起湯 但是我想來弄一個 沙茶牛 欸不對 沙茶豬肉炒空心菜 好碟 謝謝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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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來 去 我把你会吃的 的时髮 我们一起吃的 就像一个小时候 我跟他混合 我们会吃的 如果我特别乱 我还是没吃的 然后我们可以吃的 他妈妈妈吃的 搅拌 放入焗水 抹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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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